来到了苗栗三一 一定要造访这一间 开了三十年的亮玉餐馆 它在店内有特别的客家味 店内的招牌菜是客家咸猪肉 加进的是姜来提味 辛而不辣相当的有口感 而到了空闲的时间 这间餐馆还会变成客家教室 老板娘要教您客家手工艺 木造装潢大花布 苗栗三一这间餐馆 是原汁原味的客家风 华丽的设计 在料浴小馆不需主流 老板娘彭真玉运用巧思 把蓝染布料当作配饰 满屋的小蚂蚁是配角 但很详细 一个油桶子里面有三个子 三个种子 后来我就觉得说 一直看一直看 觉得它这跟山蚂蚁的屁股很像 我想说把它做成蚂蚁好了 土生土长的客家人 彭真玉开餐馆快30年 很坚持小小空间里只飘客家味 三层肉去腌的 一般我们都尽量切薄片 让它比较快熟 先爆香 咸猪肉切得薄薄的入锅快炒 大把撒进炸姜片 这是大厨真玉妈妈家传的秘方 炸过的姜不再辛辣 只留温热口感 很少见的姜味咸猪肉 这样是我们苗栗县的盛产的农作物产品 再配上这一道招待贵宾的核心大菜 客家小炒 炒又炒好了 亮玉美食馆敞开大门 分享客家情怀 果然把不少客家太太们拉进来 餐厅最清闲的下午 轮到家政班学员上场了 花布 蓝染全在手上 大厨这会儿成了老师了 蓝染和花布缝缝剪剪的 化身客家特产饰饼和南瓜 细腻的针线工缝出客家特色 全部做客家园 客家园 我们要客家串堂 我会想说这种 我们退房客家文化的话 我们就尽量就是做的东西 跟客家相关的 为什么这么爱客家文化 郑宇老师毫不迟疑的回答 我是客家人 朴实诚恳的客家英子 不肯安分 燃烧出小餐馆的生命力 生机盎然的活力 在客家小馆里展演 江片咸猪肉的齿甲流香 客家小炒的经典风味 在客家山的电缆 发布缤纷的包围下 有了更鲜美的感动时刻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